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年72岁来自图团党的罗佛州巴尔区国会议员穆依定 今天身穿黑色马来传统服装 在妇人布安瑞·罗莱尼的陪同下 在早上9点50分抵达国家网工 为宣誓仪式仪式做好准备 之后在早上10点33分 穆依定在苏达阿بد拉陛下的面前宣誓 成为我国第八任首相 Allahi wabill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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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a, Muhyiddin bin Muhammad Yasin dengan sesungguhnya bersumpah bahawa saya tidak akan memberitahu atau menzahirkan kepada malam-malam orang sama ada secara langsung atau secara tidak langsung apa-apa perkara yang dibawa untuk pertimbangan saya atau yang akan saya ketahui sebagai seorang Perdana Menteri kecuali sebagaimana yang mungkin dikendaki untuk mempunyaikan dengan suwajahnya kewajiban kewajiban saya sebagainya atau sebagainya yang mungkin dikendaki dengan khas oleh yang dipercaya 在完成宣释后 Muidin在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 丹丝利登顾 Maimun 以及政府首席秘书 达兹利Mamadzuki Ali的见证下 签署为认状 接着,由联邦直辖区宗教司 达兹利Zuki Faye率领念诵祈祷文 以完成宣释仪式 陛下是根据联邦宪法 第40条第2款第1项 以及第43条第2款第1项 委任姆怡定为首相 华总会长丹丝利吴天全认为 国家元首苏达兹利陛下 是根据宪法和君主立宪制度的 酌情权下委任首相 理应获得尊重和接受 过程中,朝野领导人都获得 陛下亲自敬见 异口同声对陛下的处理和决定 深具信心和尊重,同个基础下 人民也应该尊重这项决定 对于丹丝 姆怡定被委任为第8任首相 吴天全说 陛下在做出决定和委任前 先后会见全体国会议员 何赵建朝野领导人 政府行政长官 司法和军警首长 以及召开全国统治者会议的做法 显示出 身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对这次国家政治动荡 所抱持的民意收集于聆听 高度谨慎 开明与民主的英明施政风范 他发文够说 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 全民应该了解其非与尊重 陛下及各州统治者 在处理这次中央政局 所持的中立 透明与民主的立场 他呼吁华社 应该冷静及理性 看待国家政局的演变 和最新的进展 无论今天或是未来 如何一变再变 或重新洗牌都好 希望国家的民主进程 能够越走越宽 越来越民主 他强调 华社与华团应该继续高度关切 国家今天和未来的政治进展 不应该置身事外 在内阁还没有成立之下 3月9号的国会 是否会如期召开呢 下院议长 丹丝里妈妈阿里夫指出 目前还不确定 是否会展颜召开日期 也没有获得证实 因此他会在明天 联络首相书 以获得确认 国会下院原本将在 3月9号到5月6号期间 召开第14届国会会议 华佛州政府的政权顺利移交之后 新任华佛州大臣达多哈斯尼 今天正式走马上任 到华佛州行政大厦大臣办公室 打卡上班旅行职务 阿斯尼在今天早上8点半 抵达华佛州行政大厦 受到华佛州秘书 达多阿斯米罗哈尼 华佛州人民基建公司 首席执行官 达多努拉扎奥斯曼 以及各部门官员的热烈迎接 阿斯尼在上个星期五 受委为第18任 华佛州大臣 取代原任州务大臣 达多萨鲁丁 阿斯尼在这之前 担任华佛州 巫统和国政主席 吉兰丹州务大臣 达多阿玛雅库 呼吁社会各造 尊重国家元首 委任丹斯林罗伊定 出任首相的决定 达多阿玛在莫拉克 一所宗教学校 出席慈善活动的时候 这么指出 他也说 国家王公已经采取 最谨慎的方法 解决这一个长达 一个星期的政治动荡 所以大家应该尊重 国家元首的决定 他也对摩尼定 出任首相 感到非常有信心 他相信对方 有能力治理国家 大马政权 这几天有不少风波 对此我国陆军司令 丹斯利安曼哈斯布拉强调 维护国家安稳 人人有责 因此不管事情如何演变 朝野双方都必须确保 国家不会发生动荡 回顾国家安全 我们正确保 我们正确保 Wojata Darat, kita yang menjadi tentera ini adalah mereka yang istimewa. Saya selalu sebut itu kerana bukan semua orang boleh menjadi seorang tentera. Jadi,veat as keistimewaan tersebut, kita telah dilatih, kita juga telah diberi kebencian untuk mempertahankan negara. 那是一个威力量很高 每个人都兼顾了 按照顾的工作人们的各种 所以使用的方法 除了能够健康 以允许威力量的威力 我们没有兼顾 阿玛 Asbullah在沙巴出席路军的官方活动时 这么表示 他指出 社会必须对国家安全拥有高度警觉 他也提醒路军军人 以奉献的精神去执行任务 下来一起了解第八任首相 丹斯林摩依定的生平事迹 他在担任首相之前 是前任内政部长 现任巴尔区国会议员 以及土团党的总裁兼赞代主席 丹斯林摩依定1947年5月15号 在如佛马破出生 今年72岁 和夫人关西诺来年 育有5名子女 摩依定在麻坡完成中小学教育 并在1971年考破马来亚大学经济 及马来人研究学士学位 摩依定在1987年当选 巴尔国会议员 先后被委任联邦指甲区副部长 和贸工部副部长 曾经是巫统柔佛主席的他 在1986年到1995年期间 担任柔佛周大臣 1995年他长回联邦事务 被委任青年级区域部长 1999年大选后担任国内贸易 及消费者数部长 2000年出任巫统副主席 在第五任首相 敦阿杜拉·巴达威掌政期间 摩依定担任农业部长 和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2008年他成功获选为 巫统署理主席 在2009年被第六任首相 为认为副首相兼教育部长 就职教育部长期间 他结束了英语教治理政策 2015年7月 南日进行内阁改组 他被除名 2016年6月 他被巫统开除党籍 之后与敦阿杜地成立图团党 出任党总裁兼代主席至今 如佛州巴西古当工业区 今天凌晨五点半 发生一场大火 烧毁了一家回收工厂 目前当局还在估计损失额 萧整局高级执法行动组 指挥官Mahmat Fassu 发出了文告表讯 当局已经出动 40名消诊官员和人员 以及12辆消防车 到市发现场灭火 由于场内大多数都是易燃物 导致很难控制火事 目前当局还在调查起火原因 以及估计损失额 我国今天增加四起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包括一名年仅20岁的实习护士 以及一名曾经和确诊病患 同住一间医院房间的病人 卫生总监达多诺医上方 指出 第26名确诊病患是一名52岁男子 他是在医院前往上海后 四天前开始出现不适 到一家私人医院住医 直到昨天对新冠肺炎检测 呈阳性反应后 被送往双心毛诺的隔离病房 接受治疗 第27名病患是一名女实习护士 她曾经在一家私人医院实习 而这家医院曾经医治第24名确诊病患 另外和这一名病患同住一间医院房间的35岁女子 随后也确诊感染 成为第29名确诊病患 至于第28名病患是一名45岁男子 他曾经和第25名病患和其他同事 前往意大利米兰 目前正在接受隔离治疗 昨天我们为您报道有关知识产权和著作权的概念和一些条例 下来我们进一步探讨 在日常影片制作方面 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注意和处理的事宜 来看报道 随着娱乐和影视制作的门槛降低 知识产权也会随时在无形中产生困扰 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陷入法律责任的问题 让人觉得防不胜防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 知识版权是让创作的人拥有一个维护权益的手法 为自己的作品找到应有的价值 这个世界的发生就是会更美好 就是因为inventors 就是因为要有人去创新 有人要去突破 对吧 它才有新的东西出来 那如果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一个区块的话 我觉得这世界就很闷 那当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 原创者就会慢慢开始觉得放弃 因为他不能生活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会去建立这个平台 叫music printer 因为我希望大家的思维可以去多思考这一块 由于作品授权的方式不尽相同 相对的条件也会根据情况而不断改变 不过这些方面其实可以通过两方互相配合和协商 共同打造双赢的局面 我觉得当然是要得到原创者的同意 还有就是授权 那这一部分呢 可能大家要和就是要使用版权者和原创者必须要很好的讨论和协议 那在这部分呢 可能双方都必须要把各自所考虑的范围理清 然后用合同的方式来把它拟定下来 第一就是我给你一首歌去运用 那你要给我多少钱 第二就是我给你一首歌运用 你用在哪里让我的名气暴涨 那我可以透过我的名气去做其他的商演来有收入 那第三个授权就是我授权给你 我没有拿到任何的版权 可是因为你这个这部电影 大哥比如说授权给你电影的主题取用 你这部电影会在70个国家播放 那我后期收回来的版权是挺高的 那我可能可以就免费给你去用 可是我不收你这个用歌的权利 可是版权费归我所有 所以他其实授权就看我们自己想要跟那个合作方怎么谈判这个条件 由于知识产权的课题在我国还没有完全普及 作品盗用的情况经常发生 面对这种问题 创作方应该尽快采取行动阻止 以免事情恶化后导致双方失去合作的机会 原创者如果发现作品被盗用 然后通常我们律师会建议你 首先可以先联络对方 就是联络侵权者 那经过一番沟通之后 如果侵权者还是一意孤行 那你可能可以考虑说 由律师发出这个书面警告 那当然如果对方还是不肯遵守的话 那你可能要考虑说把这件事情通过法律途径 经过诉讼来解决问题 为了让创作方的作品获得最大保障 我国也有专门处理著作权的政府机构 让人们可以注册自己的作品或者商标等等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有这个马来西亚知识产权局 然后英文我们简称为MyIPO 那MyIPO它是成立于2003年 然后它其实是负责审查管理 还有注册所有知识产权领域当中不同的主别 比如说商标 版权 这些专利等等 都有这个MyIPO所处理的 然后这个MyIPO它其实主要是推广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 然后还有鼓励原创者就是注册自己的作品 所以可以得到版权的保护 RTM刘伟林专题报道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戴靖航 再会